三名前国会助理变成了共谍 要去偷蔡英文总统 鉴检相关的病例资料 好奇怪 元首的健康资料 这是何等机密 偷这个做什么呢 社长来告诉我们 在中国历史上 帝王的生跟死 也是非常机密的 后来要如何引爆 非常无情惨酷的 帝王大卫的 争夺 帝王的死身 像陈基斯坦 他正在打仗的时候 他的死 我们说密不发上 将近暗杠的四年 我们的盖牌盖了四年 盖四年 那其实历史上 一个影响最大 是秦始皇 秦始皇之死 他牵涉到 远远流长 秦始皇我们知道 公元前210年过世 210年过世 5年之后秦朝灭亡 那秦始皇的死 他其实也是一样 密不发上盖牌 盖牌引发了 一连串的政变 而且引发了千年来 最惨烈的一次血案 就是他的 巨位的人 胡亥 杀了他33个兄弟姐妹 所以你看一个死 生死 你如果处理不剩 那个消息一走路 那就引发很大的 渲染大波 我们讲秦始皇的死 跟一个巨位 传位 他本来就是一个千古大名 秦始皇 我先给各位看这一个 这个是什么 是2009年才出土的 北京大学教授 拿出来的一份资料 这个是西汉 汉朝的组检 西汉跟秦朝 才几年的时间而已 很近 这种组检 叫赵振书 这几个字赵振书 赵振是谁 赵振就是秦始皇的名字 他也叫银振 也叫赵振 因为他的先祖 曾经封在赵国这一代 所以赵振书 赵振书里面 他本来写了很多 写了很多 最重要的几个字 记载秦始皇的床位 他证明说秦始皇床位 因为司马迁 司马迁写的史记 是说秦始皇是要床位 给他的长子胡书 是要床位给胡书 但是胡亥焦躁 因为秦始皇在行游 东旬的途中 回到河北 那个沙丘的时候 沙丘是变湿辣 使得又胡书是在长城 跟匈奥打仗 跟蒙田在长城 胡亥在旁边 联合赵高跟李斯 焦照 改变遗照 改变遗照 卫照文书 对 说是要床位给我胡亥 对 然后我就开始 一场心风协议的杀戮 但这个赵振书出来 又打脸司马迁 说这个史记是错的 因为考古资料出来 这西汉的祖简 他说是要床位给胡亥 非常清楚 胡亥为代后王耶可 就是大臣在 就是赵高跟李斯 问那个秦始皇病重的时候 说你要床位给谁 他说给胡亥 那王说可以 而且说要这个事情密不发上 因为他在河北沙丘死的时候 你要从河北沙丘 回到咸阳首都 因为他是在东寻途中死 以慈禧他又当年八国联监 要走多久 他走了42天 是 所以42天你要走回到那边 你死信一发布 那咸阳宫中不大乱 乱 而且人家要勇力谁 大家来杀 对 所以帝王的那种生死健康 他本来他就一个千古大事 你大病甚至都不能讲 对 你看帝王通常都死 死都是猝食 不明言 因暴毙 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已经有潜藏了 很多健康因素 但是你就是不能讲 时间不能讲 原因不能讲 因为后面可能天下大乱 对 没有错 所以他这个赵真书也写得很清楚 说这个东西不能讲 一讲咸阳马上有变 所以就盖牌 盖牌就给胡亥找到机会 因为当时所有皇子都不知道 都在咸阳 胡书最有望当机会的人 在长城 跟蒙田守长城 那就胡亥 跟他东西只有胡亥一个 胡亥因为我糟糕跟李师丞相 等于说拥护他去当皇帝 本来李师他并不主张说 胡这个胡亥当皇帝去 但是因为他跟胡书有过节 胡书当年 秦始皇胡书坑弩的时候 他极力反对 但这个胡书坑弩的案子 李师当丞相 他背书的 行政院长背书 所以他跟胡书有过节 他后来没有办法就转投胡亥这边 这样的一个政变开始 所以胡亥交召 拿下这个皇位 但赵真书说不是这样子 但问题来 在这个考古街 引起很大的这份争议 西汉的竹检 用碳石室测定 没有错 时间就是西汉 问题这个赵真书 谁写的 没有人名 那我到天使王就要从会解婚 相信司马迁 要相信司马迁 里面一个至关重要 天使王刚才讲 他东行途中死的时候 他身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御医 叫夏无基 夏无基 这个基是我们现在写 是写而且的写 夏无基 夏无基他当时 秦始皇你知道 荆轲刺秦王 刺秦王不是秦王绕住而走吗 跑 卫士都没有武器 不能上去 秦皇殿里面不能有武器 他绕住而跑的时候 就是这个夏无基 用那个药廊去丢荆轲 所以一个缓冲时间 让秦始皇可以拔箭 而且夏无基在底下喊 王附箭 王附箭就叫秦始皇 从背后拔箭出来 就是这个夏无基 夏无基活了多久 活了一百多岁 所以太好了 就是这个人 而且他在秦始皇东行的时候 也在身边 他就一路活到西汉 汉武帝的时代 最佳人 他把这个事情 整个床位的事情 告诉谁 告诉汉武帝 田友明的一个董仲书 跟公孙宏 两个丞相 告诉这个 这些人才告诉司马迁 所以有司马迁的史记 在考古上 他证据其实是很充分的 所以要传位给胡书 没有错 胡乃是政变取得的 对 OK 那我们讲说 这个可怕的东西 你看胡乃一取得皇位 显阳没有人知道 皇帝死被盖牌 胡乃发动政变 取得皇权 就开始一个千年血案 在这边产生 前朝大老 一个一个产除 前朝大老产除 还不算什么 自己的兄弟姐妹 秦始皇生了33个 胡乃是其中一个而已 他第一个要杀谁 当然胡书 你这个本来是要 我床位皇位给你 他下一道遗照 下一道照书 假装秦始皇 盖了秦始皇那个衣印 心机这么重 对 送到长城 送到长城 命令胡书说 你自杀 那个老爸 老爸觉得你这个人不孝 胡书说 我这个人怎么会不孝呢 他当然不会相信 但是君要诚实 护要指使 不得不死 所以胡书这个人 个性是很人厚的一个人 蒙田在旁边来跟他讲说 我怎么知道 这个赵书是真的假的 叫胡书不要接受 那胡书说 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我不能反抗 负命能为 自吻 对 拔见自吻 蒙田反抗 蒙田就不自吻 本来也要蒙田自杀 后来蒙田是被抓到咸阳去 关起来 后来才死 OK 那是胡书 第一个 长子先杀 这个在秦始皇岭前几年 在1976 在秦始皇岭东边 大概三百五十公尺的地方 有一个叫上交村 上交村挖出了17座古墓 古墓里面的骨还一花开不得了 全部都是肢体不全的 都是残破的 有刀切割的痕迹 尤其这一个墓 这个墓里面有五男二女 还有里面最重要发现这个印 这个同印叫阴曼之印 阴曼是谁 阴曼是秦始皇最钟爱的一个女儿 一个公主 在这边发现了 所以表示这边是 秦始皇的兄弟姐妹 埋在这边 而且从肢体来看 全部都是切割的 整个都是 有得用五马分尸的状态 怎么可以这么狠 他的兄弟姐妹三十几个 一个不留 手足他下得了手 而且是他们死无全尸 对 我刚才讲说 这个姐妹有十个 全部都杀 女人照讲对你 防卫是比较威胁的 他先杀 比较好处理 第二个就是兄弟 兄弟有的是在外面当诸侯 他全部调回咸阳 调回咸阳 刚才讲兄弟就有22个 有六个在咸阳就一次砍头 一次砍头 另外有三个 里面是什么 他里面有一个兄弟 叫公子将侣 公子将侣当时这个胡亥 胡亥派那个死臣送那个 等于说 命令他们自文的文书 送到 算圣子 胡亥当皇帝 圣子下到公子将侣的手上 公子将侣说 我们一向 你要杀我总要有个理由 邵叔是讲说 无人臣之理 就不知道能当臣子的礼节 公子将侣在咸阳 在秦朝是德高望重的人 所以要杀你还怕找不到理由 对 找不到理由 欲加之罪 他也没有错 他说你要 要我别的理由还接受 我是一个这样德高望重 在朝廷里面 我是一个谨言慎行 进退有记的 对 跟那个大使在那边 那个死者跟他讲 很简单 这不是我的事 皇上邪这样子 你看着办 没办法 你就没有什么生变 结果公子将也三个人自吻 也三个人自吻死掉了 其他几个也是一样 他就慢慢抓到咸阳 全部 你知道他用那种酷刑 对他自己的兄弟 用酷刑 用车裂 车裂就是 我们现在讲简单 就是五毛分尸 这么狠 对 所以我说 这是千年最惨烈的一场邪案 就开始杀 杀到里面 后来他换过一个人 谁 逃过一个人 这个人也不算是杀他 叫公子高 也是他兄弟 公子高一看他所有兄弟姐妹 这样被杀 他绝对也逃不掉 不可能留他一个 他自己主动跟胡亥讲 讲说老爸 就是秦始皇 过世埋在这个 埋在这个秦始皇岭这边 荫山脚下 那是不是那个离山脚下 那是不是我去 老爸总要有人守灵 对 守灵 他说我去守灵 可以吧 就我远离 就是在林墨堆里面 我也不跟你争了 胡亥说守灵 不如殉葬 对 就让他殉葬 对 雍正对他的慈势地 还让他守灵而已 还没有下手这么狠 还是狠 对 他还是狠 就殉葬 后来 这个公子高就觉得 没办法 他说好 那父王要我赔 我就赔 但是我家里的人是无辜的 对 就还你了 胡亥 多多照顾 胡亥同意他说 可以 你走了以后 他拨十万斤 十万两环金 他真做到 给你了 他真的做到 是 就他只要你这些兄弟 对他完全没有位 兄弟姐妹全部杀 杀光了以后 他真的就公子高 唯一至少家族还保全了 还有那个十万斤可以领 所以你看帝王的一个死身 有时候他一千年一动 他不只是政变 或变成这样一连串的血压 他就整得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一个帝王生根死 为什么要把他当成 最极高机密 一不小心就变成 另外一个活害又出来了 对 没有错 最简单 你看清朝雍正也是这样子 是 一个康熙到底什么死 没有人知道 什么所有死没有知道 等到知道的时候 兄弟姐妹都来不及 雍正已经担机了 在中国历史上 最神奇的皇陵之一 当然就属这一座 就是秦始皇陵 到现在主陵 都还没有人可以碰到里面 因为听说灌满了水银 靠近者死 但今天考古界的大事 社长要来告诉我们 主陵没人敢进去 但是裴陵可精彩了 居然起出了一只金骆驼 社长要来讲一看 这骆驼不是中国大陆本有的 除了这只金骆驼 古人要告诉我们 什么重要的线索 对 金像 秦始皇陵又有金式文物出现 为什么叫金式文物 我们知道秦始皇陵 它有一个一号坑 就是这个兵马俑坑 兵马俑坑它的角落 有一个角落 挖了十年的时间 从2009就开挖 到2019结束 后来结束以后再整理 到今年才公布 它的考古成果 里面当然也有一个兵马俑 也有陶器 也有武器建筑之类的 但最主要考古学家说 金式文物其实这个 挖到了一只黄金骆驼 金骆驼 这一只骆驼 这个就是在那个培林里 挖出来的 对 就在一号兵马俑坑旁边 它多大只 双峰的 对 双峰的 这个骆驼到现在为止 它没有公布尺寸 但问题它们为什么说 叫金式文物 因为这个骆驼这个形式 这个形式它不是中国 中原本土的东西 它这个形式跟世界上当时 当时有一个国家 有这种东西的就是希腊 希腊的骆驼 怎么会出现在秦始皇的皇陵 这表示说是颠覆我们的想象 也颠覆了一段历史 就要表示中国所记载的历史 以前的历史 史记也好 什么汉书也好 它有一段失落的环节 你没有办法去理解了 以前都讲说是张谦通西役 通西役以后才打通思路 是不是有三条 别从一门关 南从阳关 中间传业罗布博 就这三条而已 张谦打通了也不过三条 那这是汉朝 那是汉朝 这是秦始皇时代 秦始皇时代张谦通西役 还没开始 怎么会有吸纳的东西进来 表示秦始皇时代 是不是在当时已经跟西方 尤其是西纳这个国家 已经有某种程度的交流 西安跟南欧的希腊 离得千里远 太远了 太远了 那这个交通往返是谁呢 对 所以秦始皇陵 他每出土一些东西的时候 他就是变成一些谜团 对 谜团 秦始皇陵这种横空出世的文物 它很多 如果你不用纯艺术的眼光看 你用神秘文明的眼光看 它其实也可以列为其中之一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 中国在秦始皇陵 挖掘这个兵马俑坑以前 中国所有的这种所谓陪葬坑 所谓的那个陶庸 木庸 它都是一种小小的形式的东西 一丝一丝而已 秦始皇陵 兵马俑 是以真人的身高比例 去打造出来了 对 等于说它是写实的一种方式 横空出世 以前没有 以后其实也很少 以后大概都是一种小小的 汉朝有多小小的 你可以说它是空前绝后了 对 很奇怪 那这个东西从哪里来 这种十比例的一种 十足比例的这种雕刻方式 跟这种 其实很多都来自于欧洲国家 是吗 对 这是其中 你今天的这个秦皇陵的 这样的一个探究的角度 你不断地去勾回欧洲 离这么远 怎么可能 你想都不可能 对 其实三年前我到西纳一趟 我特别去雅典博物馆 你现在看的这些照片 是我在雅典博物馆拍的 我为什么特别拍这几张照片 各位可以看 我们先看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出土 这个叫百戏雍坑 百戏雍坑就是一些 好像让秦始皇高兴的 那个表演杂耍的 那个叫百戏 对 百戏雍坑 这个百戏雍坑里面有两句 非常有意思的 一句是这一个很壮的 身材很壮的 这一个表演头不见了 那你看这一个人 他那个整个雕刻方式 跟中国以前的雕刻方式 完全不一样 他也是来自欧洲的 一种雕刻方式 来自欧洲 你看他的那种体格 肌肉那种纹理 肌肉奥头肌的纹理 什么都弄出来 尤其其实这边 我们如果用放大镜看 他那个指甲脚趾 是完全血实的 连指甲都刻出来 中国以前 秦朝有这样的血实 不具备这种血实风格 完全尤其连指甲 指甲都刻出来了 连这种奥头肌的纹理 什么这个肚子上 完全没有 他连这个胸部 那个胸肌也都弄出来 中国以前都是一种 好像血液的方式 雕刻眼眼看 有个人形 大概就可以了 可是你这种工法 跟艺术的风格 它是一个演变式 渐进式的连续系统 怎么被你讲的一副 横空出世呢 对 就以前没有 到骑死黄影里面 突然间跑出这些东西来 这一个也是一样 这一个百系雍坑 这一个很特别是这样 它这个是身高 它是一个瘦瘦的 一个身高 到头部这边障扬 大概210几公分 拜托 这是一个常人 那可怜他拐 对 如果脸头颅加进去的话 大概估计在250公分 你说这一尊 1比1打造的210公分 对 只要紧着这边而已 如果头不见了 头如果再算上去 应该到240 250左右 超级中风 对 这样的一个人在中国很少 尤其在秦始皇的时代 很少有这样的常人 以前的人比较矮一点 大概就150几公分 160很了不起 那就是这个哪里来的 对 他们讲说 这也不是中国的人种 而且你看这个雕刻一样 这个在雕刻 你看他那个胸部这边 他那个胸 因为这个人比较瘦 所以胸前这边那个肋骨 对 一支一支 一支一支走出来 这种雕刻风格都不是中国的 那我所以去西纳 我到雅典 为什么拍这集 我就是去比对这个 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个文献 就是西纳史里面 他讲说在亚历三大大地的时候 大概在公元前323年 离秦始皇的时代大概100年 对 他找秦始皇100年 亚历三大大地在公元前323年过世 他的马其顿王国还在 还在 但罗马入侵打了四次 马其顿跟罗马打了四次 打了四次里面中间的马其顿 一直吃败仗 第四次在公元前168年 马其顿王国就灭亡 那马其顿在失败的时候 其实很多工匠就往东边逃 那里面记载说有一批工匠 大概就在那个时候 就离秦始皇的时代很接近 就往东边逃 逃到哪里后面没有戏也不知道 但确定有一批工匠逃走了 可能是艺术家 所以他们讲说这个工匠 会不会就是雕刻家 他们逃到秦始皇这个地方来 把这个雕刻的技术 完全弄过来 复制过来 所以西纳你看我拍这个 他非常清楚了 你看这个秦始皇这个脚 他那个肌肉的那种线条 还有主要是那个脚趾的方式 脚趾的方式 还有这个指甲 你看这个指甲我还拍了这个 西纳雕刻这个指甲 非常清楚 所以这个是希腊拍的 这个是希腊拍的 这个是王民的 对 这风格是一致的 对 如果对照的话 就非常接近 就非常接近 以前如果像这种雕刻方式 在中国不曾出现 这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我在拍的是什么 这个是谁啊 年轻帅 对 这个就在雅典博物馆 雅典博物馆我拍了这张 我特别去看的是这个 所谓那个古欧洲 西纳罗马时代的那个头盔 为什么要拍头盔 我也是去比对 在秦始皇宁有出土的 这样的一个盔甲 这个甲座跟这个盔甲 这个头盔你特别看 它头盔部分是中间 好像挖空的没有 秦始皇宁的那个头盔 挖空的 这边有两片好像我们 拖出我们的这个 对 我们现在那个大夹克冬天冷了 两片把它这样拖住 保护菌子这边 是 那你看罗马的那个头盔 它不一样 它这边鼻子这边有保护的 保护鼻梁 对 罗马的 以前讲那个斯巴达的 都是这种头盔 但是你看西纳的头盔不一样 西纳头盔你看它是一个头部 然后这边两片就是像扣起来的 很像 对 扣起来那中间不就形成一个 这个空吗 是 所以刚才讲 它一直指向跟西纳的东西很像 因为头盔的风格 罗马的埃及的斯巴达的完全不一样 西纳风格就是这样子 然后它的西纳的这个盔甲也是很特别 它很写实 写实到它连盔甲这个两个弩头 有没有 杜姬都磕出来了 所以刚从很写实的一种 雕刻的写实功法 然后一直到头盔的造型 不断不断地都勾回去它的原乡 来自于古希腊 对 所以你看包括秦始皇宁出土的这个 我们讲说青铜 秦鸟 那个秦鸟 在中国以前很少有这种线条 这么灵动的这种方式 这个东西它一直指向是欧洲过来的 尤其是西纳这个国家 风格太接近 OK 那我们讲说 那既然是西纳 我们就会质疑说 那西纳以前没有思路 对啊 实际我们的认知是汉朝有的 对 其实在考古界有一种很 大家很主流的一个讲法是 在张谦通西域之前 就有一条神秘的古斯路 在 叫草原古道 就从哪里呢 从这边你可以看 这个就是西安嘛 就是长安 就是那个秦朝守在地 秦都守在地 然后你看这边大概是蓝欧这块 意大利 德国这边 它有一条思路是从俄罗斯这边走 走过来 绕过中东 土耳其这边 到塔吉克 哈萨克上来 有没有 再上来 再找到蒙古哈萨克这边 到新疆 沃努木齐 阿尔泰山这一带 一直到西安来 红色的这一条 比较像是现在习近平在推的 这个一带一路的走法 对 习近平推了有两条 还有这一条也是蓝色的 对 蓝色的 那所以我们讲说 讲说这一条五代的思路 它其实后来因为经过 一两千年的时间 风吹草藏 那个找不到 现在考古借出来 慢慢慢慢找到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边 刚才讲哈萨克这边 哈萨克这边跟蒙古的 一个交界处 对 发现刚好也就在2300年前 2300年 秦始皇是 现在2200多年前 是 发现了一些古墓 叫阿尔泰山巴泽雷克古墓 那古墓有五座大型的古墓 里面出土了很多东西 那证明了一点 当时在这个地方交界的地方 中西在这边已经汇整过一次 2300年前 这个是在古墓里面出现的 这个是什么 那个以前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绸 丝绸我们说它上面有一些绣 有织绣 这一支是什么 凤鸟 中国凤鸟形式的一种表现 居然在阿尔泰山出土 对 这是楚国的一种丝绸 在阿尔泰山出土 所以刚才讲说这一批工匠也好 或是所谓人是不是有可能 另外最后我再讲是 确定有秦始皇时代 确定有欧洲人到 是其实在秦始皇陵 里面有一个叫行徒之坑 里面有挖出来120具那个白骨 那个白骨里面有一具很特别的 因为它身高特别高 所以做DNA检定 检定又确定秦始皇陵里面 其实有一具 至少有一具 是白骨人 这个更准了 这个证据 是欧洲人 对 所以欧洲人到秦始皇陵 秦始皇的时代 确实有来过中国 怎么过来的思路可能是这一条 叫草原古道 所以刚才讲秦始皇陵出土的一些 金氏文物带有很浓的欧洲风格 或者说吸纳风格 其实是非常可能 邀请您一起加入57报新闻会员 跟俊相一起 挖 真 酱